好 现在很多人打开皮包呢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卡片 当然我们所熟知的Visa信用卡 但是还有一种叫Visa金融卡不太一样 这个是你这个户头里面有多少钱呢 看起来就可以用多少钱 这是一般民众的认知 但是未必 平东县这名女子呢 她就投诉 她申请了邮局的Visa金融卡 不过她到韩国去购物买东西的时候呢 才刷了没多少就没有办法再刷了 打电话回台湾询问才知道 这个Visa金融卡不是没有限制的 她也有一个月限额十万块钱 这名女子非常生气 她认为这个邮局人员 在她申办的时候没有提醒她 让她在国外非常不方便 蔡小姐拿出邮局的Visa金融卡 指控邮局人员没有告知她 一个月限刷十万元 造成她到国外购物无法刷卡 她没有写说有额度耶 没有跟你讲说 她就说存款多少钱刷多少 蔡小姐自己强调 十月份出国前存款超过十万元 结果到韩国旅游购物 使用邮局的Visa金融卡 第一笔消费还能刷卡 但第二笔却遭到拒绝 最大的不满就是 她已经说开卡了 然后又不能刷 造成我们很多困扰 韩币不够用刷卡也刷不成 蔡小姐当场很尴尬 赶紧用手机国际漫游 打了十通电话回台湾 向邮局增加刷卡耳度 邮局人员明明说已经开通了 结果她要刷的时候 后还是遭到拒绝 那我们还会把那个 合约书上面有写 都会给他们 或许因为那个文字太多 那个申请人没有去注意到这样 邮局经理拿出 使用Visa金融卡注意事项 上头注明一个月限额十万元 而他也强调民众在申办时 都会给合约书上头 也都有注明 是民众自己没看清楚 不过邮局人员应该事先提醒 才能避免发生争议 征选张春晃 月方 评论报道 请不吝点赞 月方